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进度在撒末尔纪上 19章8到17节 昨天我们提到约纳丹归劝父亲 要替大卫说好话 然后大卫就回到扫罗的身边 继续势力在扫罗面前 我们接着往下看 就是扫罗的这一个发誓 这一个改变能够持续多久呢 第八节 此后又有征战的事 大卫出去与菲利斯人打仗 大大杀败他们 他们就在他面前逃跑 完蛋了 大卫又做对事了 大卫又得胜了 打胜掌了 对扫罗来讲 这就是他心中的刺 怎么可以有人比我 得到更多的成功 怎么可以有人比我 得到更多的光环 看见了 大卫又更有名了 百姓又更拥戴他了 第九节 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 又降在扫罗身上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心中恍惚 那个搅扰 原来跟他的嫉妒是 很有关系的 当他看见大卫的成功的时候 他竟然心中非常的搅动 非常的苦毒 非常的痛苦 那你说 菲利斯人啊 菲利斯人是谁啊 菲利斯人是以色列的仇敌呢 菲利斯人是敌人呢 难道扫罗希望 菲利斯人赢吗 可能是 他宁可希望大卫打败仗 输了 以色列百姓军队有很多人死亡了 他反而心里高兴 哈哈你看 大卫 失败了吧 所以你想 嫉妒记恒比较 会让人陷入一种疯狂 他宁可失败 他宁可两败俱伤 他都不愿意 他嫉妒的那个人成功 这就是我们的写照 对不对 要求神帮助我们 那么 这里就有个括号补充 扫罗手里拿枪坐在屋里 大家可以想到那个画面 扫罗在想什么 又是哪一把熟悉的枪 又是一样的场景 大卫就用手弹琴 大卫在敬拜神 手里拿着琴 不是武器 扫罗看着他在弹琴 手中拿着枪 扫罗用枪想要刺透大卫 钉在墙上 他却躲开 扫罗的枪刺入墙内 刺入墙内表示 扫罗每一次丢职出去的枪 都是用尽全力的 都是想要杀掉大卫的 不是想要吓吓他 而是想要真的把他刺透了 当夜大卫逃走 躲避了 大卫这时候 一样尊重上帝高摩的王扫罗 他没有要伤害他 我说大卫也是个战士 他打败哥利亚 他也不是胆小鬼 大卫可以拿起枪来 对扫罗说 我是在忍无可忍 岂有此理 杀掉扫罗 但是他从来没有这样做 过往他又回来 因为扫罗那个时候 是精神恍惚 状态不明 这时候大卫是很清楚 扫罗这次肯定要杀死他 从后面的描绘 我们真的知道 当时大卫的逃走 是唯一的选择了 就赶快逃走了 扫罗打发人 到大卫的房屋那里 窥探他 这个窥探是看守的意思 打发人 这些人 肯定不是善累 这些人肯定是要来抓捕大卫的 要等到天亮杀他 开始留意 本来是民族英雄 众百姓臣仆都尊重 都爱戴大卫 对不对 可是现在开始有人 你想被打发的这些人 很可能就是被扫罗说服的 这些人可能就听了扫罗所讲的话 认定大卫是个坏人 为什么呢 我们待会会来看十篇 五十九篇 在这段时间之后 大卫写了一篇史 一群人在那边看守 要等到天亮杀他 他们看到大卫躲到房里面去 可是呢 里面呢 还有扫罗的女儿米甲 所以他们就等大卫出来的时候 要抓他 要杀他 大卫的妻米甲对他说 你今夜若不逃命 明日你要被杀 米甲很可能对自己的爸爸 有深刻的认识 他知道他的爸爸 是铁了心要杀大卫了 那上帝就透过妻子 对大卫说话 各位兄姐妹 有时候神真的会透过妻子 对我们说话 我们也要留心的听 你今夜若不逃命 明日你要被杀 于是米甲将大卫从窗户里坠下去 大卫就逃走躲避了 米甲把家中的神像放在床上 这个是一个大家很震撼的经文 米甲家里 他有一个神像 那么很显然 米甲他的信仰 不像大卫那样 完全的忠于上帝 米甲他在信仰上 他还有自己的偶像 而这个偶像 不会是小小的 这个偶像应当是像人一样大的 那放在床上 头枕在伤羊毛装的枕头上 用被遮盖 所以我们小时候都玩过这个游戏 我们为了要骗爸妈 我们在睡觉 或者调皮导弹 恶作剧 我们会用棉被或用什么 然后用气球或怎么样 装扮看起来圆圆的看 从这个门看过来 好像一个人在那里睡卧 米甲也是用历史 把这个神像放上去 然后用一点装饰 看起来好像大卫躺在那里休息 那么装扮好 用被遮盖 那大卫基本上是逃走了 我们刚刚说 我们要稍微来看一下 诗篇59篇 诗篇59篇 标题就说 扫罗打发人 窥探大卫的房屋 要杀他 那时大卫作者尽失 那么迪杰说 我的神啊 求你救我脱离仇敌 把我安置在高处 得脱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 求你救我脱离作孽的人 和喜爱流人血的人 因为他们埋伏 要害我的命 有能力的人聚集来攻击我 耶和华 这不是为我的过犯 也不是为我的罪欠 大卫在上帝面前说 求你救我 不是我犯罪 不是我犯错 跟我没有关系 我虽然无果 他们预备整齐 跑来攻击我 预备整齐指的是 他们全副武装 求你兴起建柴帮助我 万群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啊 求你兴起成志望帮 不要怜悯警鬼诈的恶人 他们晚上转回 就是他们晚上 在那里走来走去 叫嚎如狗 为臣绕行 所以这些人 已经被扫罗叫说 甚至说服 认为大卫是一个恶人 那这些人呢 叫嚎如狗 就是当时候的情境 不是我们想的那样 这些人围困大卫的时候 是在门外 在那里叫嚣 在那里口吐恶言 他们口中 哼吐恶言 嘴里有刀 他们说有谁听见 意思是说 没有人听见 我们在这里 说这些 他们说 有谁听见 但你以和华 必笑话他们 你要吃笑万帮 他们的意思是说 没有人知道 我们要杀掉大卫这件事 可是大卫说 上帝一定听见 我的力量 我必仰望你 因为神是我的高台 大卫在这个时刻 他投靠谁 他投靠上帝 他知道只有上帝 可以帮助他 扫罗依靠的是他的权势 依靠的是他的君王的位分 扫罗没有想到 他可以有这个位分 是上帝赐给他的 而现在他要用 上帝赐给他的 这个位分权柄 去杀掉上帝 预备高利的王 第十节 我的神要以慈爱迎接我 他逃 但是他知道 他是逃向神的慈爱 神会用慈爱迎接他 所以我们还会看见 大卫算在逃 他心里面有委屈 我没有罪 这不是为我的过犯 不是为我的罪迁 而且他知道 上帝以慈爱迎接他 神要叫我看见 我仇敌照报 那么我们在看到十四节 到了晚上 任凭他们转回 任凭他们叫好如狗 围城绕行 他们必走来走去 寻找食物 若不得饱 就终业在外 他们好像野兽 在那里寻找可吞吃的 十六节 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 他们在那里叫嚣 他们在那里恐吓 而我选择怎么样 歌颂你的力量 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 因为你坐过我的高台 在我急难的日子 坐过我的避难所 我的力量 我要歌颂你 因为神是我的高台 是赐恩于我的神 十篇五十九篇 就表达了大卫心中的委屈 还有他对神的信号 也表达了当时候 那个场景的击破 那些人在外面 口吐恶言 所以米甲知道 米甲一定看到大卫 匆匆忙忙回来 怎么了 大卫充满了表达 你爸爸又要杀我 突然外面一群人 在那里叫嚣 口吐恶言 米甲大概知道 今夜若不逃跑 明日你要被杀 赶紧帮大卫逃走了 扫罗打发人 去捉拿大卫 米甲说 他病了 扫罗的记恨 逼得他身边 最得力的助手逃跑 然后让他的女儿 米甲开始说谎 所以这个记恨 可以坏掉一锅粥 可以污染身边的人 扫罗又打发人 去看大卫说 当连床将他抬来 我好杀他 不是说你们杀他 是抬来给我杀 你看多恨他 大卫做错什么呢 没有 他只是得到上帝的祝福而已 他只是被高举 他只是得着尊荣而已 使者进去 看见床上有神像 头枕在三羊毛庄的枕头上 这些使者进去发现 不对啊 这个不是大卫 扫罗对米甲说 你为什么这样欺哄我 放我仇敌逃走呢 仇敌哦 他会变成扫罗的仇敌 所以记恨怎么样 记恨可以让你从朋友当中 制造出敌人 他本来是你的朋友嘛 是你得力的助手 大卫是你的音乐治疗师呢 现在记恨可以呢 从朋友当中制造出敌人 米甲回答说 他对我说 你放我走 不然我要杀你 米甲的这个回答 显然也是出于害怕 但是他就跟月娜丹不一样 月娜丹很勇敢 指出扫罗的问题 米甲显然也害怕扫罗 因为扫罗是一个个性 阴晴不定的人 但是米甲的这一番话 扫罗当然知道 是在替大卫还家 可是呢 他很可能就让扫罗 有一个合理的理由 继续杀大卫 他可以跟众臣服说 你看 你们大家都听到了 我的女儿说 大卫要杀他 所以米甲的这个谎言 很可能也会让大卫更麻烦 问如何 我们主要看到的是 前一刻扫罗说 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司 说我必不杀他 下一刻 大卫又打胜仗的时候 他就受不了了 他就开始又要杀大卫 而且这次非常的暴力 非常的急急急切 还好上帝透过米甲 拯救了大卫 我们回头过来看这一段 其实我们可以从 18章开始 对于扫罗的这个忌恨 做一些归纳 当打败格利亚回城的时候 这些妇女舞蹈唱和说 扫罗杀死千千 大卫杀死万万 之后所有的情况就改变了 嫉妒的力量 忌恨的力量 第一个他会使人听不见人的肯定 他们不是说扫罗没有能力 然后大卫杀死万万 没有 他们还是在肯定扫罗 他们还是在称赞扫罗 可是对扫罗来讲 只要比大卫少 就是失败 忌恨使人听不见肯定 第二个 忌恨嫉妒使自己无法领受 从大卫来的祝福 因为大卫照常弹琴 可是扫罗已经没有办法得舒畅 没有办法得爽快 他就把枪一轮 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尺头 钉在墙上 第三个 忌恨嫉妒使自己的心变为邪恶 所以扫罗就出了一个诡诈的计谋 对大卫说 我将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 只要你为我奋勇 为耶和华征战 结果呢 当时间到的时候 却给了米和拉人亚德列为妻 扫罗在做什么呢 可能这个婚礼 还特别要大卫来当坐上宾 坐在扫罗旁边 看着这个本来要给大卫的女儿米拉 嫁给别人 娶王的女儿所代表的 我们前面说过 是做王的女婿 他有合法的王位继承权 所以扫罗在这个婚礼上面 他到底要干嘛呢 他要让大卫尝一尝那种滋味 扫罗是 我本来有王位了 现在失去 他一定要让大卫看到 你本来有资格做王的女婿 有资格有王位继承 好像你有王位 现在你失去了 我让你眼睁睁的看着 王位失去 让你一样感受这个痛苦 记恨让人的心扭曲 变得如此的邪恶 甚至他还用诡计 要让大卫死在非利士人的手里 说我要一百个 非利士人的羊皮等等 记恨使扫罗邀请同伴 一起来仇恨他 所以十九章第一节 我们有提到 扫罗对他儿子 约拉丹和众臣仆说要杀大卫 这个说绝对不会只是 单单的下一个命令 也绝对不会是坦诚 他心中的那个痛苦 我实在受不了 有人比我更出名 有人比我有更多的 拥戴跟光环 我受不了 我要杀他 绝对不肯这样说 他一定是讲坏话 毁谤他 要让更多的人 一起来仇恨一个没有做错事的人 记恨使人宁可两败俱伤 对不对 前面说大卫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 大大杀败他们 这个非利士人在大卫面前逃跑 被打败了 扫罗又受不了了 所以显然扫罗是希望以色列人输的 扫罗竟然希望大卫领兵出去打仗的时候 败给非利士人 宁可两败俱伤 宁可损失 宁可付代价 我也不要他好过 我宁可痛苦 我宁可身心受搅扰 我也要大卫死 我也要大卫失败 你看 我要请其一切的代价 我就是要当他失败 这是记恨带来的扭曲跟可怕 第六个 记恨 使人要从朋友当中制造出敌人 大卫是得力助手 他应当是在这个国家的民族英雄 扫罗因为记恨 居然说 对民家说 你为什么这样欺侯我 放我仇敌逃走了 他已经把大卫当成仇敌了 各位弟兄姐妹 在箴言27章第四节说 愤怒为残忍 怒气为狂澜 唯有嫉妒 谁能敌得住呢 记恨 嫉妒 他变成一个强大的力量 扭曲我们的看见 使得我们请其一切的代价 受尽痛苦 我们也想要毁了他 求神帮助我们 有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我们愿意看别人比自己强 我们愿意来成全 我们愿意看见别人那一份 我们有谦卑的心 来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 去给予 去成全 我们从神的眼光看自己 我们不要落在真经和比较力 求神帮助我们 脱离嫉妒 嫉恨的咒诅 我们前来祷告 前来的主我们看到 基督如何抓住扫罗 如何毁了扫罗 如何让扫罗变成一个可怕的人 主 我们生命当中 也有很多基督别人的时刻 也有很多见不得人好的时刻 主啊 祢怜悯我们 怜悯我们 让我们更多降福在祢的面前 更多学习谦卑 更多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求祢帮助我们 是一个愿意成全别人的人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